大家好 今天是8月18日 星期五 股市經過了連跌6日之後 技術上、形態上已經明顯轉弱 為何這麼說 第一,指數已經跌離所有平均移動線 第二,現在的指數距離今個月的高位是很遠 相反來說距離今月的低位是比較近 第三,最重要的是經過了2431點的大幅下跌之後 股市都不肯作明顯反彈 而且持續都接近一個月的低位阻緊 即是整個跌勢 眨眼看真的有如未盡 好,待會再分析 我們先看看指數 恒指金左右先低118點 去到18208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見過18336點 但是距離昨天的收市價計 都只不過是輕輕升10點而已 換句話來說 始終在買盤偏梭之下 市況仍然還是反覆大遠的 結果去到下午3點左右 指數已經一度反覆 曾經一度跌到17962點 相對昨天的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是跌了364點 技術上、形態上偏遠之外 最重要是大家要看一件事 就是 第一,剛才我提到指數現在 是跌離所有的平均移動線 而事實上最近或最低的移動線 就是十堅線 已經跌到18823點 用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大家都懂得看 股市如果要擺脫不斷向下沉底的威脅 第一個條件 就一定要回到10天線 樓上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 整個反覆逐沉底形態 根本上完全沒有改變 再看8月份 其實剩下交易天不多 下星期開始回來 已經是8月份的下旬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技術上、形態上仍然屬於一個先高後低的格局 這個月的高位 當然只是1日的20331點 而低位暫時來說就是17,900點 2431點的波幅或跌幅 其實以單月來說是不小的 即是不少了 不過問題是股市經常貼著一個月的低位 即是說跌勢有餘未盡 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沒錯 跌得比較速 但問題是 在買本偏梭之下 只要零碎沽壓稍為湧現 市仍然會有條件 有機會進一步向下創今為新低 未來進一步分析前 我真的有少許性命 最近有些人拿了我的肖像 拿了一些我在視像上的分析 以及拿了一些文字上的分析 去開了一個WhatsApp群組 從而令到大家相信 這個就是郭Sir 希望投資者加入 但事實上來說 我是沒有任何投資群組的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任何WhatsApp投資群組 如果是有的話 百分之一百是盜用的 是假冒的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如果不相信這些投資群組 而招致到損失的話 跟郭師治和郭師治公國室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大家真的要小心 再看回 為何我一直都強調移動線 我再說一次 指數如果是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技術上是屬於市頂的形態 如果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也不用說 當然是市底或沉底 最重要的是 今年的市 是由1月27的22,700 一直跌到8月17的低位 17,900 其實4,800的波幅 根本上不可能不足整年的要求 即是今年的市 暫時來說 在先高後低形態主導之下 只要不要多了 我就當你有6,700的波幅 低位在哪裡 用計數機 用三轉 一算就已經知道了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8星期五 股市還是反反复复 這樣子 今天算起來已經是第六個交易天 股市還是下跌的 從上個星期五到今天為止 股市已經不斷下跌 超過6個交易天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行政指數先低開118點到18,208點 曾經一度輕輕地上升到18,336點 可是相對昨天收集來說 這一分鐘只是上升10點而已 在股壓不斷出現之下 股市又在反反复复堅持 直到下午3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回調364點到17,962點 等於說 昨天的低位17,900點的指數 還是一定要受到考驗的 好了 8月份當然還是先高後低 我想這個銀太不容易改變的了 指數是從1號的高位 20,331點 一直跌到昨天暫時的低位 17,900點 經過2431點的大幅度回調之後 股市也不能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也可以看到股市的壓力的確是比較大的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現在指數還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最低的移動線就是10天線 現在已經跌到18,833點 也可以跟健康看 股市一天還不能夠回升到10天線以上的話 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基本是不會改變的 還有一點大家要小心 由於指數已經創了今年的新低 那等於說整個從今年1月27號的高位 22,700點開啟的中期的回調 基本上還是不斷的進行當中 而最低的指數在哪裡 現在很難估計 有一部分人說這次可能會下得的比較 上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我們是一步一步去看 既然今年5月31號的低位 18,044點的支持已經失守 現在往下看 第一個我們當然先看 17,700點到17,300點 那個水平看看那個姿勢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看起來 由於基本面方面 已經開始一點一點的轉差 所以變成來說 就算是有一點點技術上反彈 我想那個回升的幅度也不會太明顯 就像昨天 見過17,900點 其後那個反彈也只是幾百點而已 經過2431點的大幅度的回調 股市還不願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那個股市的底 暫時這次跌亂的底還沒出來 所以任何的布局 我想大家還是小心一點點 當然一部分的投資人 是會在第一位買一點點貨 希望有一個反彈出來 可是一點點買對了 當然是開心 要是買的不對的話 虧多少 我想還是應該先把那個股份套現 現在最重要還是多留現金在手 要是說股市今年的高位是 兩萬兩千七百點 要是這個先高後低的走勢不變 我想地位在哪裡 大家算一下 不要多了 只要今年的波幅有六千點 那地位在哪裡 我想大家心中已經知道的了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一說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友好 嗯 筛